來看這禮拜的拜五就是中央這路 中華政府是來辦到 演請館來四十五位百歲領稅 當時也來表達到四十二對 結婚七十年的白金婚夫妻家庭 就此表達對中部的敬重和關懷 因情起鬧 為了表達對中部的關心和照顧 管護社會處特別基盤 高臨東創會的多年 邀請館來四十五位百歲領稅 以及四十二對白金婚的中部的家庭 做回來慶祝 阿公 來 二十五位 館長恩婦美表時 中華官是長宿大館 百歲領稅有二十四位 其中最高人的是一百十一歲 長宿已經新爲未來的出世 要讓中部的外國更健康快樂和幸福 是關乎很重要的市場方針 這一次我們表揚的活動 總共也有來自有四十多隊的這個 有四十多個百歲人類來參加 其中有二十個他們是去年也都來參加的 我們希望每年這些長輩都能夠一起來參加 那新政府現在也致力在怎麼樣讓長輩平時就能夠過得更健康 過得更快樂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百四十九點關懷據點 那目前有十八棟的大樓正在這個興建中 就是希望能夠長輩在地安養在地得到最好的一個照顧 那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在這邊還是要再一次的 第一個自己身體要顧好 第二個也希望我們的子女都來關心我們的爸爸媽媽 另外在那關來五十一的船裡裡面 已經是第三十四十九的社区關懷據點 就是希望長輩可以在地安養 在地地得到最好的照顧 大中華新聞 長輩會大菜方報道